仗吉说道 我意外得到了预知未来的能力 并靠他把郑天河从悬崖上拉了回 老弟 让我买海语集团的股票 是你疯了还是我听错了 我感谢你之前把我从悬崖上拉了回来 可你也不能又把我推下去啊 机会只有一次 现在不买就来不及了 如果郑哥不相信我 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张秘书 如果有人现在买入海语集团的股份 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傻子 这不光是傻子了 是智障 是脑袋进水了 现在哪怕是小孩都知道 海语集团已经凉了 水也不会这个时候买入他的股份 那你现在去财务哪边 支四百万出来 全部买入海语集团的股份 本台最新消息 山青市龙头企业昌盛集团 赤子百亿全面收购海语集团的所有产业 迎来了海语集团被报酬文后的第一个春天 一瞬间 海语集团股份开启了飙升模式 郑总 长 长停了 神 什么时间抛 张秘书 你去把财神爷搬走 我给你发一张照片 你冲洗出来给我挂上 老弟 你真是神了 海语集团竟然被昌盛集团收购了 股票已经两个涨停板了 我 我什么时间可以抛 郑哥 等到股票拉升到五十三块 直接抛就可以了 五十三块 那 那我岂不是四百万 直接变成一千万 当夜松听到这四百万数字时 心里也莫名欣慰 一句话就能让郑天河跟头四百万 也算得上是好爽了 郑哥 这次我用哪十万本金 差不多能赚三十多万 你那八十万要再等几天还你 还个屁 兄弟 说句老实话 你能不计钱贤的带我赚钱 我心里已经很愧疚了 郑哥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咱先不说这些了 打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郑天河的亲兄弟 我不会让你还钱 也不是想让你嫌我人情 只是 说到这里 郑天河黑黑一下 只是希望 你以后能继续带我发财救星 行吧 那就多谢了 对了 作为过来人 我多说两句 你离婚了我知道 地习证人我之前也调查过 全世界恐怕也在难找出第二个了 你不能辜负了人家 离婚是结尾 复婚才是开始 这一次 我一定会给他最好的人生 李姐 你来了 嗯 和以前一样 这里面有三千块钱 团团是一个很要面子的女人 哪怕已经沦落到家屠四壁的城 可对她来说 没有离婚钱 叶松倩的钱就是夫妻共同债务 她有责任 也有义务去偿还 李姐 你说你这么做 真的有必要吗 团团摇了摇头 将信封递给前台 不愿意再多说什么 不过见团团要走 李姐你等一下 郑总昨天吩咐了 说你要是再来的话 他要见你一面 见我 你是李团团 叶松的媳妇 郑总好 不知郑总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哈哈 怪不得叶老弟一直在我面前 花蜜妹里长得好看又知书达理 起初我还不幸 惊瑞一见 果然惊为天人了 叶老弟 李团团露出疑惑 什么时候 叶松跟眼前这位郑总称兄道弟了 两人的身份差距 可是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想起叶松平日的作风 李团团脸色一变 那个混蛋 该不会是把我给卖了吧 李团团随即眼眶发红 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弟妹 你这是 别叫我弟妹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是他老婆了 说吧 你们又在搞什么阴谋 他又跟你借了多少钱 误会 误会啊 随后 郑天和他早已准备好的欠条拿了出来 这是那张八十万的欠条 你看一下 白纸黑字 上面有约老弟安的手印 你想干什么 要拿这个威胁我是吗 让人没想到的是 那张欠条吃了一声 被郑天和撕成粉碎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从今天开始 天和理财跟叶老弟之间借款关系就没有了 弟妹临以后也不用来了 当然 你要是觉得老哥这里环境还行 想过来喝茶 我随时欢迎 李团团愣愣地望着那张被撕成粉碎的欠条 郑天和后面的话 早已被他忽略了 另一边 公寓里 叶松坐在床上 喃喃自语 茅台翻倍 楼盘暴涨 麒麟股市下跌 还有特效感冒药 思考了一会 叶松拿起电话 又拨通了郑天和的号码 茅台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到的 即便能 也就顶多一两瓶 想要大量购买 就必须有一定的人买 叶松首先想到的就是郑天和 怪不得今天左眼皮一只条 原来是叶老弟给我打电话了 看来叶老弟要带我发财了 郑哥 认识酒伤吗 飞天茅台那种 要喝 这里就问对人了 我确实是有几个朋友 都是做白酒生意的 郑天和愣了一下 接着就兴奋起来 叶老弟 你是在打飞天茅台的主意 嗯 过几天飞天茅台就要涨价了 很突兀 几乎没人知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量多囤一些 这个 容老哥问一句哈 既然没人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的 郑天和小心翼翼的问道 我不是说饿吗 我会算卦 我是你个鬼 你是个招老头